大家好,嘟嘟来了 是的,我是彼得舅舅 学校假期快到了 这里给妈妈们推荐个好食谱炸糖丸 小朋友们很爱吃 希望妈妈们可以学着做起来 让家里小朋友们过个快乐假期 这样很好 我们马上开始制作 160克中筋面粉 15克玉米淀粉 一小匙蔗糖 用白糖也可以 一小匙集容酵母 四分之一小匙盐 再稍微拌一拌 160克清水 分次慢慢加入 边加入,边拌匀 一直到水完全加完为止 家里有香草精的朋友 可以适量加一点 若没有 或不加也没关系 最后再加入一小匙的食用油拌匀 裹上保鲜纸 静置发酵一小时 在等待发酵过程中 我们来准备个焦糖浆 锅内倒入130克蔗糖 这改用白糖也可以 炉开最低火 慢慢将糖煮至化开 不能搅拌 避免糖浆起反沙效果 若担心蔗糖不能完全化开 提起锅子稍微晃晃是没有问题的 炉一直保持低火 在浙糖完全融化后 再加入热水150克 顺着锅子边缘慢慢倒入 再加入1⁴小匙盐 起锅前再挤入一点柠檬汁 在糖浆一沸腾后 即可离火 浙糖浆不能煮得太久 煮过了会变苦 好了 先搁置一旁 待降温后备用 这时候用中火浴 先热一锅油 取出发酵了一小时后的面糊 拌一拌 拉出面糊里头的大小气泡 再将面糊倒入挤花袋内 后续会比较容易操作 希望成品比较美观的朋友 可以用根汤匙将面糊勺入 此时油温约五成热 地火慢慢将丸子油炸至浮起表面 也可以用挤花袋直接将面糊挤入 然后将面糊挤入 油炸至丸子定型 表面微微金黄色后捞起 再将剩余的面糊 以相同步骤重复至全部完成 接着将炉调至高火 油热至高温后 再将油炸后的丸子 回锅油炸至金黄色 丸子经测比油抢酥环节处理后 会更酥脆 也不再那么油腻 一直油炸至视频中 这状态 哇 真的好脆 是的 单听这声音 都能感受这脆度 将离火后的丸子 直接倒入糖浆内 拌一拌 让丸子裹上一层焦糖外衣 拿 美味又香脆的糖丸子完成了 喜欢的话 可以多撒上一点炒香芝麻 这芝麻不加也没关系 丸子本身已经很香了 您看看吧 是不是很脆呢 这焦糖浆不会太甜 想用钱 可以再将锅里头剩余的焦糖浆淋上 嗯 太好吃了啦 是的 希望在看视频的妈妈们 在来临的学校假期里 可以做一点给孩子们吃 宠一宠您的小朋友 让他们过个开心假期 这个大人也爱吃啦 也对 嗨 大家好 嘟嘟又来了 大家好 我是彼得舅舅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舅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很好吃的油炸梅菜肉丸 如果您家里有小朋友 快快学起来 小朋友会很喜欢 对 首先 将80克清水浸泡后的梅菜切戏 再剁碎 剁成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了 马蹄四个 去皮后清理干净 然后切成小颗粒 如果买不到马蹄 可以用沙格取代 只是效果上 没有马蹄来的脆口 30克蒜瓣 去皮后清洗干净 一样剁碎 40克青葱 切成小颗粒 不能接受青葱味的朋友 可改用胡萝卜 五颗生姜 开烂后 再剁成姜末 生姜少量 增添一点香味就好 量多了会夺去梅菜的特殊香味 那就变成本末道质 化舌添足了 明白 一切调味都有四可而知 是的 将尽量剁得细一些 将四片苏打饼 倒成粉状 咦 加苏打饼 这有点特别哦 是的 这是个制作肉丸小撇步 加了苏打饼的肉丸 油炸后 内部很松化 不会有硬邦邦的感觉 这乎打饼不能用料理机打折粉吗 料理机高速处理 饼会出油 效果上就大打折扣了 如果家里没有这实处 那将饼干 放在塑料袋内捣碎即可 也对 料理盆中倒入500克猪肉碎 不喜欢猪肉的朋友 可用其他肉类取代 肉剁成这个状态就好 不要太绵密 加入剁碎后的梅菜 喜欢梅菜味更重的朋友 梅菜再多一点也行 预先备好的蒜末 姜末 切细后马蹄 马蹄证明笔气 只是大家比较贯成马蹄 接着加入一些调味料 一小时白糖 半小时胡椒粉 半小时盐 一小时麻油 一般俗称的香油 一大匙玉米淀粉 增加一点粘性 苏打饼墨 青葱 最后再敲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 先将所有食材拌匀 再将所有食材顺着一个方向 快速地搅拌 一直拌至肉末有点粘性 这过程约10分钟 此阶段如果感觉肉末有些干涩 可以在肉末内加入2-3大匙清水 继续将水拌入 这时候也可以试个味 一直调整至满意为止 接着将拌匀后的肉末摔打 这摔打过程约5-10分钟 初步摔打时 肉末从松散状态 随之一次次摔打 肉末粘性越来越高 最终会成团 一直摔打至这个状态就对了 将肉末捏出一颗颗 约20-25克小剂 这也可以用汤匙 一颗颗勺出 一许同工 效果一样 取出另一个盘子 涂上薄油防粘 将小鸡肉团 像视频中一样双手抛摔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经过这最后一次塑形抛摔 完成后的肉丸 会特别有弹性 一颗颗很完整 不会轻易散开 会特别容易油炸 锅内倒入适量的油 大火烧热 油热后转中低火 再将肉丸一颗颗放入 为了方便油炸和更好的效果 分少量多次最好 丸子下锅约一分钟定型后 稍微拌一拌 让丸子均匀受热 整个油炸过程约4-5分钟 一只油炸至金黄色 丸子起锅前30秒 如调至大火 将丸子内部油分逼出 减低含油量 哇 很香很好看哦 嗯 一颗颗金灿灿 很可爱是吧 完成后的肉丸子 香温后会更美味 再与其他蘸酱搭配 那才是一个香呢 嗯 也太好吃了啦 丸子表皮香脆 内部香酥弹牙 加上梅菜特殊香味相佐 真的教人无法平口 是的 这也太好吃了啦 一颗颗油炸后的肉丸子 像乒乓球一样 富有弹性 是的 会弹会跳舞 好了 一转眼又来到尾声 谢谢各位叔叔阿姨 记得关注舅舅的频道 谢谢大家